Darothy, 人們經常說我們九營日日的四號仔 硬是多仇善, 有份外多情 你怎麼看這一天? 見仁見智 不過比起奇異那八個號碼 我們真的好像很多時候都被情所困 真的會令人覺得我們很多情 但情又是甚麼一回事? 其實情很闊 有對父母的情 對兄弟姊妹的情 友情 不過我想最困擾的就是癡情 因為情而帶來的很多傷痛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們有多多情 就留意我們的節目 逢星期四晚晚上十點靜 戀心堂 龍門多情 來到我們龍門多情 一早就起床到喜談 因為這一集實在有一點 而令到別人內心會不其然 有些輕輕的湧動 要戰動、要軌動 輕輕 但內心可能有某個程度 有波濤洶湧 厲害 我們今集說甚麼呢? 今集我們說暗戀 Darothy Darothy 你有沒有暗戀過人? 我當然有 我最記得小時候 有一些合唱團 我們學校女校 不是多小嗎? 都放課 合唱團 我們學校就有女生 不知道為甚麼 那些學校要搞混合唱 就去一些男校合唱 立刻中招 對,中招 我第一次是Soprano在前面 她是一個唱中音 在後面 其實永遠都遇不到 但那個感覺很好 就是每一次 大家要下台的時候 當然是女生先下台 跟著男生 下台後就要坐下 到自己坐下的時候 就看見她 嘩,好帥 哈哈 即是中學的 嘩 少女情華 但那個感覺就是 見一下就很開心 那時候Soprano也是不應該 我們那個年代比較保守 家人就反對得很緊要 已經在腦裡都知道不會發生 但因為Mixed Choir 我們Soprano是小的 有些Soprano是小的 有些Soprano是六 那些Soprano是擺明居馬 就去拍拖 一Choir完 就兩個手拖手 就去拍拖 這麼直接? 是呀,不同的 即是我們的學校比較開放 那間男校跟我們的感情很奇怪 我們經常都笑 如果四個同學坐在一起 一定有一個同學的弟弟或哥哥 在那間男校 是呀 因為離不開香港的 天主教學校有限 如果是男校不是這間 很強調不是華 是聖約 因為我們是英文學校 我們比較喜歡英文好一點的學校 還有那間學校的校封似 我們都是一些很開放的學校 但我最記得當時 自己很想見到她 但其實後來 現在回想她 她沒有什麼特別 但如果想深一層 原來我當時自己都給了兩類型 我當時不懂性格學 異性所吸引 其實現在慢慢發覺不是異性 那種氣質的人 我很喜歡 一就是好像經常在想 好像很懂想想 好像很有腦 有智慧型 即是所謂的五號 即是有一種很耐人尋味的感覺 有深度 是的有深度 還有都不會是 吹水不抹嘴 那些不斷說話 那這件事我覺得 我有一點點不同了 我可能現在想深一層 這些全部都是我爸爸的特色 比較靜聞人 很少說話 但我真真正正的拍拖的經驗 我反而經常都會喜歡多話說的人 但多話說 和亂說話是兩種 是的 我剛剛想這樣說 即是很風趣 很多東西都懂 博覽群書 什麼都會說到 始終都吸引 但如果說些話 哎呀 膚淺到 什麼都跟你說少少 跟著又沒有東西跟著 我都沒有耐性 其實也是的 你會感覺到 他那些說話是 只是在表面那一層 是 還是落到深海的 是 那我是暗戀這些 你呢? 我其實都 讓我想一下 如果你說暗戀 我中學 不是我小學時代 已經開始暗戀 不是我小二已經被人暗戀 我記得有個男同學 他會經常塞一些東西 在我的抽筒 塞一些 胡佬仔 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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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塞了一張 我想那個差不多是我 哎呀我終於明白 為什麼我喜歡詩 原來呢 我第一手收的 情的禮物 的禮物 就是詩 還有識字頭上一把刀 哈哈哈哈 敢寫嗎 不是他自己寫的 是以前的一首 我都聽到很長的 有什麼識字頭上 一把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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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he 所以其實我們童年除了創傷之外,會塑造一個人的個性呢? 就是這些戀愛經驗 其實那時候當然會懵吓懵吓 你小學生,誰知發生什麼事呢? 但是你會很開心的,但沒有什麼珍惜 我一直都有很多暗戀的體驗 其實我是很喜歡人在台上的風範 因為自己小時候都少少風頭等 所以很多時候代表學校出席很多活動 所以有時候在這些活動裏面都會見到別人的表演 但是真的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我還記得有一年,我的學校有很多表演 出了很多歌聲 那一年的Talent Quest是陳八強來表演的 每個人都這樣表演,是學校來的 有陳八強去表演? 是,很厲害,很厲害 但是那時候他還沒有紅 不過他已經參加了很多比賽 雖然大家都同台 因為那次我自己也是比賽 他就是表演嘉賓 但是又不是很有感覺 我自己的結論 你喜歡不下去? 是的,太乖 我覺得暗戀 可能張國人過來就OK了 不要說了 但是最有趣的是,最好玩的就是 你會有一個感覺,如果自己有暗戀的感覺的人 一定會勾起你的肉臉 你會覺得和你一起很爽 可能會帶你做一些你平時不敢做的事 我肯定覺得Danny在我眼中比我還乖 我怕他帶我回圖書館 不是說坐下練歌,練琴,很悶 反而我會情願地說,我跟你去Disco 這是當時小時候的假設 我應該很適合 是不是?你適合? 我很喜歡去圖書館,我帶他去圖書館 但也很好的,因為現在大家認識了40年多 我這個真的很強烈的暗戀 那時候剛剛去到美國讀書 香港同學不多 所以一有些香港同學的聚會,就要爭到他 我最記得當時有個男士 可能真的很有趣的 有些感覺就是他在台上唱歌 他穿得很隨便 以前多數人說代表學校的活動 不需要說什麼,但始終會比較正常 大學生,有些還是碩士,有些還是博士 那天有個男士走上台 他什麼都沒有,又沒有樂器,什麼都沒有 他穿著一條爛牛仔褲 穿完卸身,我還記得 但他有一撇鬍 他有一撇鬍,好像Lam 有一撇鬍,那個年代 這麼年輕,我想他是二頭 他流到一撇鬍,已經很特別 他最有趣的是整個鬼仔 因為你喜歡他,所以流到一撇鬍 也很特別 我其實對於鬍,很有好奇 我經常都很想摸一下,是不是很粗糙的 是不是很刺激的 最好笑的是,大家都猜不到他 他上台,他這麼帥 你想著他,要不然就唱 年代流行的那些,很複喪 總之一定不猜到,誰知道他開口唱什麼 他唱《辛馬詩珍》那首《冷得我騰騰鎮》 好搞笑 而且他真的是辛馬仔的腔 很有創意 很有創意,即是很特別的 即是他有型的 很不羈的 為什麼會唱《冷得我騰騰鎮》 那時候我只覺得,哇,這個人很帥 後來才發現,他是和我一個區上學的 那時候我們去那個營很遠的 坐三個鐘頭車 每個都有叫carpool 一輛車一輛車 我也是表演的 我那個年代流行張德蘭 我唱《緣軍心記錘》 然後好像在Encore 還唱一首,我已經不記得做什麼了 但我也是女生的代表 他就是男生的代表 即是很出奇地,我們倆都得到很多人的欣賞 我最記得離開,你看我記得主動 我只說,我可不可以跟你的車一輛 因為我們都是回去同一個附近 接著我們那三個鐘頭就不停地聊天 即是我覺得我也是一個不會把感情收買的人 哇,你這些真是很積極的 雖然沒有開花結果 但我覺得我們現在四十多年區 下個月又回來香港 帶了太太和子女 但沒有問題 因為當時的感覺很真實 當時的感覺是由初初在台下暗暖 但接著我也不是很暗的 我是一個很夠膽表示的 當然越老越不夠膽 現在我自己心想 我都可以玩回小時候應該有的事 即是矜持一點,暗暖 我覺得其實我真的是暗底 是我的退縮底 從小到大都退縮 即是我早幾節 不是早幾集都分享過 我永遠都輸的 所以其實我真心暗的 是的 還有最差的是反暗的 什麼叫反暗呢 我記得我中學時代最喜歡的男生 就是中一呢 我很聽到很多人跟我聊天 或者是小時候很喜歡聊天 聊很長時間 有個男同學是每次 不知道為什麼什麼時候開始呢 就差不多每晚跟他聊過幾個小時的 哇,我好多這些 不是很多這些 我在我的戀愛的腦上 那些的相處是很特別的 總是會互相花了一段時間 去相處 那些同學經常都說他喜歡你 但是很暗淺 那些男同學經常都說 你不要告訴別人 即是我跟你聊天 你不要告訴別人 但是那時候不懂什麼叫喜歡 就是有一個人經常跟你聊天 你很開心 然後去到升上 form 2 他不再跟我聊天 然後呢 他應該跟了第二個女生開始聊天 然後我就開始發覺 糟了,為什麼我掛念他 為什麼我 經常看到他,我想看著他 我很掛念這個人 然後就 原來我喜歡了他 你明白嗎 但是那時候已經 又不敢再打電話給他了 但是很有趣的 同時之間呢 又有其他的同學會把他的寶 忽然之間就對給我 但是他已經讀隔壁班了 OK 無緣無故會有人把他的寶 拿些東西給你 但是我也不會給反應的 不要這樣我給他 好像很壞 但是其實心裡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像小鹿亂撞一樣 在我心裡 我覺得這一段的暗戀的感情 是很靈的 當然沒有開花結果 但是那種感覺就是 你又好患得患失 你又知道他曾幾何時 我想他真的喜歡我的 曾幾何時也挺喜歡的 現在回想回頭 但是然後到後來 當你沒有了 你才會有一種 仿源大悟 原來我這麼珠標 你剛才說 我一直在想 你一直都比較用了 一個退縮的態度 去處理你的感情 我想我是挺入形入格 我自己的性格 我一喜歡一個人 我就會去授押位 我立即給了幫他 是的 我就會變成小太陽 我通常銷自己 就是一個很享受 很懂得跟別人聊天 很明白別人 我最記得那一程車 因為我家裡都聽大 我爸爸很喜歡辛馬斯珍 所以其實辛馬的 萬樂淫為首 這些歌 其實我很多都認識 我自己也有唱大戲 我們整個過程 很多話在說 但是我完全感覺 完全是想人 扣好自己 整整是把自己所有的拿手 板褲都擺出來了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但是我會想迎合別人 想迎合別人 然後就搞不定 對 迎合別人 但是我覺得這個位置 實際上可能也是 有時候暗戀 我們今天說暗戀 其實暗戀在這些位置 就是一些策略 你一直都會縮 我沒有策略 沒有策略 你心裡已經甜絲絲 但是我會覺得 我一定要吸引到他過來 我會拉他過來的力量很重 我自己會看到小時候很多 我會想到很多事情 因為我自己也比較認識朋友多 所以那時候誰會開派對 不如開派對 那時候我們剛剛第一代很流行Bisco 然後我們又主大食會 你又來 然後就層出不窮 然後我跳舞又厲害 跳舞了一起去跳舞 其實後來一路一路 自己弄得自己很煩 因為當你投放那麼多精神 在那個人身上 你慢慢已經不理智 其實你也看不到他不適合你的地方 因為你已經很喜歡他了 很多活動跟他在一起 什麼都關他的事 你的生命就好像所有事情都圍著他 都只有他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猜你輔導也是 我們都是女性的客人比較多 很多時候香港現在的現象 很多認識婚年齡的女士 都可能未八個多 甚至可能拍過一段拖劇 說廿歲的時候 然後可能一直都沒有事情發生 到現在四十多歲 其實都真是 多久人尋尾了這個現象 日本那些我見到 到四十歲都仍是廚 但有人在 四分一的人是沒有試過拍拖的 我又覺得很誇張 其實不要小看香港 暗淨也很多 很多很多 其實你想一下 除了人是去到一個年紀 是一定會有那種情感需要表達 不要說是性慾 完全拖都沒有 拍什麼關係都沒有 其實是令到一個人很萎縮 你想想一下女性那種 很想去付出 很想去愛 很想去關懷人 這個本能 都全能騙殺了 我真的覺得很難過 但是我又覺得 不代表他們沒有暗戀的人 當然 我會說 甚至乎是暗戀得很凶狠 是的 我又很奇怪 有一些人是他們完全沒有什麼 一輩子連感情和暗戀都沒有什麼 那些又是令愛的一種 究竟是不是恐懼 譬如我見過一些案件 很多都是 如果完全不談戀愛的人 根本就不會走進來輔導室 我真的沒有遇過 我反而遇過一些 曾經受傷害 而且真的很害怕 可能有一次表態過 而出來的效果是很大的衝擊 我想他就是那一期開始 就蓋旗了 我會形容那些 就是駕駛的士在街上兜 但從來都是蓋旗 別人在招秀他又不來 但他又開得這麼慢 他又會看到街上很多客人可以接 全程就蓋旗 然後自己在裏面做什麼呢 有些這樣的女性 男人都有 不過因為我女性客人多 那我自己就會覺得 龍本多情 但是這麼多的情 全部要收了 放在內心裏面 會變成是一樣什麼 我會覺得其實 譬如正等於 我當年讀中學的時候 其實你真的很想跟這個人接近 即使他在角落閃過 你都會看到 那種吸引力 但是你又不敢走過去 而我心裡又覺得 他會不會看到我呢 你又覺得他有時 走過 看到你 看不到你之間 一個眼神 瞟過你 你又記得 你曾幾何時 很friend 然後他瞄一瞄 你的眼神 又好像不太在乎 又或者他在瞄其他東西 還有暗戀有一件事很壞的 我覺得就是 你明明呢 你又很想見到他 但當你看到他的時候 你假裝見不到他 我覺得這件事很吵詭的 我覺得這件事很吵詭的 真是很糟糕的 你現在是個財務員 你現在是財務員 你現在是財務員 我們有在香港 對很多人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而且這件事 我們想想想想 女生現在 女生然後 女生然後 女生在這裡 有很多人 這件事很明顯 對 這件事很明顯 經常 嗯 如果他們興趣 我們在談談 他們怎麼會找我們 我們會找到星期晚上,9時,《Psycho-Alchemy》 我們現在是女人,然後,再見! 好,我們第二次回來 說到眼角巢 一定要說 你剛才說眼角巢 我之前說暗戀那個大學認識的男生 我最記得有一幕 我有兩幕,我現在幾十歲了 我都忘記不到 有一幕就是他來我的宿舍 然後走的時候,我住在二樓 他拿回他的福士仔 他拿回福士的個人 他走的時候,他看回頭和我笑 我只記得,然後他走到車那裡 我很記得那一幕 然後另外一幕又很特別 那一幕肯定有受酒精影響 那個年代剛剛流行 Saturday Night Fever,Disco 他跳舞也很可以,我跳舞也很可以 那一幕就是,我們在那些奇怪的燈光底下 突然間燈本來都很黑的 突然間很光,就看到他 他就很過癮地在那裡跳舞 然後很輕鬆地看過來,有他的鬍鬚的樣子 那我簡直是好像鎖在那裡 是嗎 我自己都發覺,我們這些感性人最嚴重的地方 就是,其實整個交往裡面 有很多幕都不精彩 甚至可能大家覺得很沉悶,很想死 那些幕全部刪除了 只是記住那一兩幕,是令我心醉的一幕 那就記一輩子了 我自己今次選歌,我真的選了一首 阿妹的歌,我很多都很喜歡 但這首,很多人都遺忘了 甚至我找了很多阿妹的影片 他好像只有一個影片 是這首歌,是一個演唱會 那首歌叫余夜 是潘元良寫的 那我覺得這首歌是我自己認為 很反映到一個暗戀人的心情 還有跟著就幻想那件事 我最喜歡,其實第一次聽過 就愛上了第一句 他說,你於身邊走過 讓我不經意看到你 眼光中都知道 將發生的再不退避 潛伏已久的愛 又再點起太多稀奇 明日沒有再會期 更加沒顧忌 哇,你看到 跟著可能我個人也有那種不羈 跟著講這段 人如夜,夜緣是傲備 情如夢,夢緣是不羈 就算得一晚熱戀 都當共你,一生一世一起 命神路途,路途沒有理 緣如霧,霧緣是依稀 讓我都不悔當初 因我共你實在 曾是最真、最美 真是很有幻想的感覺 很有幻想 完全感覺 不是真的成事的 其實就是那一刻 他走過,你看到他 你的腦袋就在幻想 那個眼神接觸 其實我覺得這個位置很動人 因為你在幻想世界當中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最好的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出來真實世界 就發現那些戀情很殘酷 滿目瘡矣 然後又噁心 然後又去吃東西 然後又去舊鼻屎 所以在幻想的世界 但永遠都很靈 但同時之間 其實那個化學作用 亦是怎樣令到我們 那麼沉醉於在戀愛當中 剛才你說到有音樂 我忽然真的我記起 我那時已經是 從幾? 從3 那麼上下 還是從4 我經常都有一副癮 我原來那時已經開始建立 正等於我現在大了 我出來工作也是 如果我有一間公司 我認識的人 我每個人都寫一張聖誕卡給他 那時就是 但我那時是中學 我把我認識的人 每個人熟和不熟 都寫一張聖誕卡給他 然後我在寫 我想寫給他 怎麼辦呢 我在寫聖誕卡 整個班房只有我一個 不知道是午餐還是小飾 沒有人 我們會轉班房 我在寫聖誕卡 坐在老師的位置 然後呢 他已經很久很久沒有說過 忽然間走進來的班房 跟我說 hello 然後就問我 你在做什麼 我寫聖誕卡 你要不要 我不用了 然後就說 好吧 然後他走了 你明白嗎 有失望嗎 有啊 但我覺得他也是我的type 他明明想要 但叫不好 真的傻 很傻 很傻 但是年輕的時候就是 就是有很多這些 這麼傻的東西 就是 如果我是你 我你鬼得 你要不要 我寫給你 因為我想你見到我 但是我就是那些 你一寫聖誕卡 我就退了 就退了 其實很有趣 你一邊說 我就想起我的客人 譬如他在辦公室 遇到有一個男士 很心儀 那都是真的有兩款 有一些就緊張到 都不知道怎麼辦 就想立刻離開那個地方 根本就是回到自己的位置 然後就亂了 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就想一下 快點他開完會 走了就好了 有些人是這樣 但我也會見到 有些人 就是整個會都照樣在那裡開 但是其實個人 那個心已經脫散 然後就會覺得 對方一說句話 就會覺得 他是不是對著我來說 他是不是在說給我聽 我最記得有一次 我只是 有時候這些位置都要殘忍一點 因為有個客人 他來見我三次 都是在說 有一個同事暗戀他 首先我覺得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做些事情 但是他又做不到 但我又覺得很不道德 因為其實他在重複一些故事 但是我們旁觀者 已經看到那些故事 其實是 是他自己的故事 他自己的故事 我最記得終於 他又有說一次 那一天 整班同事在conference room 吃東西 可能四點 有人生日 切生日蛋糕 接著又吃薯片 大家都想著他開心 接著他形容 他就說那個男生 我和A同事在那裡聊天 我在那裡笑 就見他馬上看過來了 接著我真的忍不住 我知道我很殘忍的 我想一下房間 實際上很有趣 每個人都在那裡吃東西 突然間見到 有個女生 和另一個女生 笑得那麼緊要 都是自然本能 看過來了 是不是特別關係 接著你覺得 他很討厭我 我好像用針 把他的肥祖鋪打爆 然後他又舉了很多例 譬如說 不是的 我結果去針飲飲 我自己沒有手 又要拿杯 又要這樣 他馬上就走 我說這些是風道 接著我就形容 那些飲品放在哪裡 放在他那裡附近 我說你不要將一些 基本的禮儀 都變成這樣 接著我知道我殘忍的 我就開始跟他說 我說 不如你形容一下這個人 整體裡面 他在你的團隊 那些人怎樣看他 很禮貌 他人有反應 不是那些會冷淡對別人 即是說 你首先形容他 他好像特別對你好的東西 原來其實是 人人有份 對其他人都有 永不樂空 接著我完全這樣 他沒有再來見我了 我想我真的太殘忍 但為什麼我會這樣做 因為 首先我覺得 他越來越把事情 他開始煲得很大 是 很容易變成一些妄想 是 他煲得很大 還有開始 我已經為什麼 會怕影響他的工作 接著他就開始留意 有別的女同事 對這個男生好的時候 他已經當人是假想敵 首先再一次強調 他已經不年輕 他是需要這份工作的 還有他在這個工作環境裡面 得到很多滿足感 但是當他因為這一位 新來的男同事 而製造了這麼多誤會 從而將他那幫 在他身邊的 不是叫親密戰友 但是都是一個團隊的人 原來因為這些誤會 來一路一路 我覺得他得不償失 我最怕有一天 他自己又得罪了幾個女同事之後 突然間斥起根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勇氣 終於去表態 那個男生會覺得 不是喔 我不知道他怎樣 可能他會無地自容 我有這個後續版 我有個case就是後續版 那也是一個女士 也是沒有拍過拖 也是在職場裡面 暗面一個男士 而一路一路發展到 就是那些小小事 又覺得他喜歡我 然後一個WhatsApp 跟你說一句你好 又或者是你病 問我你一句 就覺得 其實他對我真的好 是喔 是喔 他只是這樣跟我說 但其實你看不到 他的WhatsApp有沒有跟其他人說 是喔 你見不到 嗯嗯嗯 但真的去到有些位 其實他來的時候 事情已經是過去了 所以就看到他的狀況 就是因為他表白了 對方就馬上跟他退 退完之後 四周圍的同事 還要是 因為其實他呈現出來的態度 就是他有一種怨恨 其他有些女同事 又跟他親 他又不喜歡 是的 其實又已經是有一種的 態度出來 就是 你不喜歡我 我也不喜歡你 或者你根本 你跟我爭 爭仔 其實在公司的狀況 就已經是很差 就是四面 他都覺得 個個都是壞人 接著那個男同事 又對他不好 所以變成了一個很怨恨 是呀 那種怨恨是 自編自導自演 一個劇本出來 是的 其實這些故事 其實我也聽過 最糟糕的地方 就是 因為這些小孤獨處的女士 有時候 更惡夢 就是 可能連女性朋友 都不是多 是 絕對是 如果你沒有異性朋友 你有些女性朋友 可能會比較平衡 是 最慘的是 他那種退縮 連女性朋友都沒有 他在這件事裡 他真的想到一遍 想到全轉彎 去到一個位置 就像你那些 我們都聽很多 就會覺得那個男生取笑他 原來其他女生都知道我這件事 完全是 剩下一個故事 到最後 就此地不留人 是 我覺得那個時候就會很慘 又沒有暗戀了的對象 又沒有了他穩定的工作 甚至他有時候會遷路了別的女士 他可能會 或者那些期間 有些成熟一點的女同事都會提醒他 就是這樣 其實你唱我 我這樣 全部都不斷無限地擴大出來 所以就變成了創傷 就是創傷 其實整件事就是自己製造出來 有時候都很有趣 暗戀本身很美 但同時間都牽動了我們很多的慾望 就是慾望就是原來我心願望被注意 願望被愛 如果以前從來都沒有經歷過 或者內在的根底都覺得自己不被愛 那出來的苦難就大了 是的 我們現在這一集 我們還是講一些 對方不接受到你的愛 都還是用一個很紳士 很大方 或者很得體的方法跟你處理 我想我們再要再開一集 就是那些根本不珍惜你的 甚至會利用你這個脆弱的賤人 我們留下一集很多話 但我覺得這個位置很重要 就是我們一定要去深一點 其實為什麼會自己掉下去這個 這樣的漩渦裡面 就是人去愛人 是完全沒有錯的 就是我覺得為什麼近年香港人 如果沒有結婚的 買一隻貓貓狗狗 養一隻貓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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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也覺得很正常 人是需要有一些 事物或一些人 你可以擺到心情 你究竟是擺到人 擺到寵物 擺到一個信仰 擺到一個社會服務 他們也是要表示無論如何 最慘顆是 如果這個人一直 退去 退去到的一個位置 就就會越來越 變得很奇怪 所以其實為什麼會有隱新 為什麼會有一些 即使日常貓狗 即使日常ある很多 可以看見去哪些人 他們不敢跟別人最接觸 然後你跟他們說話 然後又可能會有 有比較大的反應等等 都會有一些這樣的人在 甚至乎有更加多的不在職場 真的變成獨居 或者是幾十歲 我想五六十歲都跟家人住 我見到是有不少這一班的 這個我有一次覺得很無奈 最近又再一次講 香港又有No.1 全世界最貴的城市 根本你想一下 人去到某一個年紀 有自己的空間 一定程度下 可能我在外國讀書 外國人很強調 當一個小孩一大 一定要把他們離開 其實這個推出自己門口 是令到他的力量 是要自己奮鬥 不停地留在自己家裡 當然爸爸媽媽的飯也好吃 家裡的環境也好 我們沒有懷疑那件事 但實際上也因為你有一個 這麼大的靠山 令到你沒有辦法 走得掉 這個是幾惡夢 還有我覺得 爸爸媽媽都要負責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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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見過 有些個案子 五十歲 是 那些衣服都是媽媽買給她 是 是 是 你自己不買衣服 是 是 媽媽當了小朋友的兒子 或女兒是她的夥伴 那你有自己的興趣品味 是 是 整個的感覺就是 根本她都沒有她自己 是啊 沒有長大了 她只是爸爸媽媽的兒子的女兒 那樣 她見完就開始去買衣服 那她就覺得 原來我自己買衣服 這件衣服我自己買 她不知多開心 你終於踏出人生 這是第一步 但是 又是 所以 尤其是當 更加多這些朋友 他們去戀上其他人的時候 更加容易轉牛角角 那本身 暗戀這件事 其實就是一件很美的事 我會記得 如果我們可以知道 暗戀那種美 和你真的 熱戀都很美 如果你由暗戀去到 暗戀到 暗戀到熱戀 然後就變態 畫面有分手 又說細水長流 又說細水長流 但是 在那樣初期的階段 我覺得 也是人開始去了解 自己想要什麼 人開始去知道 什麼是情 那種感覺的 第一個 最重要的階段 但是很有趣 很多人 只是在感覺上 就不去走出第一步 去把這個事的感覺 變成真實 會是怎樣 但是很難的 其實因為 在我的世界 暗戀已經很好玩了 你明白嗎 Dorothy剛才分享瑜伽 我找了一隻明目張膽 等一下下一節 可能我再回來 另外一首歌 我想再講一講 明目張膽 但這一個 都幾是 好像是我的 即是說 等 終於到野心 才能收集上次你 留在飯店那紙巾 夜更深 不敢送贈的吻 全憑我手中的偷拍照 營造著你拿體溫 我以前也是拍照 我還記得我還有一張照片 就是我們去旅行 我們要上機仔拍照 一直看到路過 偷拍 現在用iPhone更加容易 更加多 更加多 即是他用過的東西 你會放在這裡 但是你不敢讓他知道 你暗暗地把這份感情收藏 你想想 這個過程已經是 多麼令人回味 我記得那張照片 因為我們以前是曬照片 我還特地曬出來 然後放在那本相簿上 然後有空就拿出來揭一下 很溫馨的 很溫馨的 所以其實我想 在暗這個過程裡面 有很多很美麗的地方 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這裡 回味一下 稍後回來 我們再說多一點 Roseanne 我們已經三個年代 對,很久 你已經成為專業的指導 正如你成為專業的指導 我們在香港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在香港 是的,很多 所以很多人 所以多變成不同 所以很多人 所以多變化 那是為我們想要想想想想 現在 然後 然後 and how women have changed over these years That must be very interesting Yeah And it covers different generations Always Hmm Well, if they're interested in w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How are they going to find us? They're going to find us Tuesday night, 9 o'clock PsychoAlchemy We are Women Now and Then See you there! 上一字就說到偷偷的愛 然後其實明目張膽很像我 有個部分就是 譬如說 很怕讓你知道我的愛 就是害怕的 不知為何害怕的 And then就是其實 如果 後面的感覺就是 其實你不愛我都不要緊 你不要理我愛不愛你 我愛你我已經很自我滿足了 其實是自嗨的一件事 你明白嗎? 當然內在表現所謂的自嗨 真實的世界也很渴望 可以有這個悲哀的感覺 當然啦 另外又想起我另外一段回憶 就是我經常常都說 我跟我的best friend 我小時候會去七仔 那時候七仔會有部點唱機 有多CD 你給兩元就可以點歌 我們就瘋狂地 輪迴只點一首歌 每次都是去到七仔 押著那個炒粉麵 然後就點這首歌 冬天也是很棒的 就是張國雲的有心人 這個我們還沒印過一次的歌詞 是啊 就看一看 好 而且我的文學也在這裏掃了出來 因為其實他的歌詞 是漂亮到不得了 是 他就說 就是臨直的這首詞 寂寞 有一輝發著如香 原來情動 正是這樣 曾夢到 這種遐想 怎麼超乎 我想像 當年是怎樣 我是倒轉的 事情過了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是 我喜歡這個人 是 而且是內心裏面 那種的 情感的牽動 或者是 那種原來可以這麼掛念 原來我是 當年 他跟我一起聊天的時候 原來我這麼開心 或者是在這一刻 我當我見到他 他那個身影一閃過 原來是這麼吸引 是 因為他也是一個 運動很厲害的人 讀書也很厲害的 但又是 不說話那些 但是平時你看不到 他原來可以說這麼多 因為當你天天和他 電話一個多小時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很真實的那一面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 我成長路上面 怎樣塑造到 我覺得要有深度交流 你沒有深度交流 我就真的覺得你膚淺 絕對 所以我每個男朋友都是 真的入到我心底深處 都是一定有個深淡 沒有深淡這一部分 其實我喜歡你 極都有 所以原來 情動就是這樣 但願我可以沒成長 完全憑直覺 密對象 模糊地迷戀你一場 就當風雨下潮漲 而且當我長大了之後 感情總會有起有跌 有起有悲 就會去想 當我遇上一個戰淡的時候 你會去想 可不可以 就好像花回以前那種 純真單純 只是用我的直覺 我就是這樣喜歡這個人 大佬很漂亮 是不是整件事 我不需要知道為什麼 我會迷戀你 模糊地迷戀你一場 就當風雨下潮漲 如果真的太好 如初看了都好 不想證實 有沒有過傾無 自無力 或有心 漲迷 漲氣 雖有會似我演得更好 即是 微梢眼角 你會知道 咦? 他好像依然對你有情 又或者那些 底包紙巾給你 那些是不是呢 是 而又要假裝不在乎 假裝不在乎 假裝不在乎 接著我這句 我很喜歡這幾句 從微梢中感覺到 從眼角看不到 彷彿已是最直接的裸露 是無力 但有心 暗來明黃 誰說 這算是情數 即是當年就是 我小時候 我們的暗來明黃 你天天跟他聊電話 我記得有 方溫的時候 他就坐在我旁邊 他又無緣無故 因為上課 跟他上課 西史歷史 我又不 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阿Sir在說話 接著 他會在旁邊 無緣無故 就不知 釘書釘嗎 為什麼走過來 撩你玩 但是 咦? 你不是說 我們不要讓人知道 我們在聊電話嗎 為什麼你在撩我玩 你又很開心 即是那一刻 你會經常有 很多這些 微的片段 會出現 很有趣 你剛才說到一個位置 如果可以回復當年 比較單純的感情 都不需要想這麼多 這麼複雜 我又想一下 為什麼現在 所謂暗戀 會這麼傷 原因就是 我覺得 因為現在有了這些 好像很方便的聯繫 可能你和某一個人 就開了一個WhatsApp 然後 你就早上 可能寫個訊息給他 早晨 天氣很好 然後 你整個早上 你的眼角 就在那裡熟 究竟變成藍剔味 如果變成藍剔味 為什麼他還不回覆 為什麼現在辛苦了很多 你可能以前 根本如果是正在上學 如果大家一人不同班 你又要等放學 或者消息才遇到 或者Lunch 或者換堂 那好了 到出來工作 溝通都不會這麼方便 你做事就是做事 但是現在不是 因為你隨時都可以有對方的消息 而最慘就是 你好像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但是原來你沒有份 我想這個位置 意讀不回 是不是 意讀不回 不讀不回 不讀不回 更慘 你想一下 我覺得現在 去到這個情況 為什麼有些人 都免得暗戀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原因就是在這個 變成不靚 很辛苦 因為以前你還可以 他可能回到家裡 有事要做 以前打電話 又不是那麼方便 又或者可能他 他在讀YOU 經常在Leture 當然是不空回覆 你很多事情幫他想 還可以想好些 現在真的沒有辦法想好些 而且當你看到他 我們Whatsapp 還有一個上線 你看到他一直上線 只是不回覆你 是嗎 即是你那一刻 其實都真的很傷 很傷 是嗎 我覺得以前 單純很多 現在由於網上 譬如有些case 因為年輕的case 都會來找我 是的 很多就是 他們不停上網 找一些工量 即是我怎樣去吸引一個男人 是的 為什麼要這麼多計謀 我心想 就是 無論你爭小孩也好 第三者也好 或者你不是第三者 你要吸引一個人也好 很多的 你用什麼的方法 然後喝什麼的香水 然後買什麼 但我心想 這些已經超越了那個情 已經不是情 那些是肉 那些不是肉 那些不是肉 是貪 對 那整件事不漂亮 你已經不是在你自己 譬如我們以前暗戀 因為初期 你的暗戀 你的迷戀 你出來的時候 其實很多 很漂亮就是 我就是喜歡這個人 純純地看著他 那一刻我已經夠了 你不用餓上我 但是很渴望你餓上我 這一種內心的交戰 很心底深處 但現在全部都是頭腦的計算 這個世界變得多麼殘酷 你剛才說 我也看到 因為我有些小侄女 年輕一點 有時候 聊天 當我伯母 聊天 一定會問 為什麼要拍拖 一定會有的 問多餘 然後看到她 好像拍了很多次 都全軍覆活 她每次都會聊一下 會表現出一些不開心 但很快又收拾心情 但我覺得 你剛才說的 我都覺得很恐怖 他們真的 特別那一堆 在其他地方回來的那班 他們真的講攻略 他們真的想了 用什麼方法 製造機會給自己 然後做很多事情 有時候 我只是很直接 我說 會不會單純地 認識一下對方 都不用 部署那麼多事情 知道她喜歡去哪裏 clubbing就會去哪裏 然後做一些事情 嘩 好像找工作 為什麼要不需要 去下載所有資料 研究一下 我覺得感情就是 很直覺 很感覺到 很有 電光火石和火花之間 所以為什麼現在的感情 這麼薄弱 也是這樣 你沒有那種戀 戀是一種很不同的 一種的氛圍狀態 甚至乎是 當你真的有戀的意味出來的時候 我會覺得 往往 以我接觸過的人群 或者我的經驗就是 你都很無憾 因為我知道這個真 是 現在最生氣 或者人家最多情緒 憤怒妒忌出來的位置就是 很多猜測 你是不是對我真的 是 很奇怪 你剛才說得很好 因為一開始已經行一個心計 那個出發點 你亦都開始懷疑對方 是不是都在用這些東西 正如我們心理學經常都說 你用這樣的策略 你project這個世界是這樣 你亦都會吸引了這樣 到你真的遇到一個 比較單純的關係回來 你都會害怕 你都會卻步 很可惜 或者不相信 不相信你一定是有些東西 是的 很奇怪 我們今天兩節都講到 一方面 又是藏起來 藏起來 暗戀 然後就搞到自己 越來越妄想 另外一種 就是知道自己喜歡一些東西 就用很多策略 然後就希望 無所不用其極 拉你過來 從而去滿足自己的貪欖 是的 其實真的很好 什麼時候可以拿到中間位 當然有沒有中間位 其實我覺得現在現世代的朋友們 我真心去問一問自己 又如何覺得離婚 都是為了那個薩納火花 表面上那個薩納火花是很美 但是我又真心說 就算在那個薩納火花當中 都很多心計 那究竟又有多美呢 你有沒有感覺到那種單純的味道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我往往看到那些朋友 即是下集 我們講很多不同的苦心的狀況下的時候 其實內心 他們一輩子最記得的就是最單純的位置 我想我們嘗試recap一下 即是在這個亂世裏面 即是我們怎樣還可以保持著一些 比較單純的感情 就是 好了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我會進取一點的 我很喜歡的 你當下想和他喝杯咖啡就喝咖啡 有辦法談就有辦法談 即是容許自己的真心 也都不要寄望 因為你對他好 一定有回報 這個當然我們老了可以這樣說 但實際上 當時他和你喝這個茶 和你一起享受這個Skunk 是真的 在那個時候 這麼多人可以談 這麼多事情可以無所不談 就已經先待著 是嗎 如果晚上你那天覺得很悶 或者想找人聊 他意不容辭 又和你出來 去碼頭坐下聊聊天 聊你的工作的困難 或者你家裡的事情 這些都是真 所以如果可以做的 就是不是去設計 某年某月某日 穿什麼牌子的衣服 要怎樣打扮 梳個什麼髮型 做一個什麼裝 反而就是很自然 我覺得這個都可能是一個 保持著一個單純的方法 說得很好 因為我發覺很多人 向我表達的就是 他在這段感情裡面 他不是在做自己 最糟糕是這樣的 表演上 好像對你有多好 但其實我根本很擔心 我想做其他事情 這樣就不行 真的不要這樣 即是我要裝動 我有多麼華麗 又或者我裝動 我有多麼有man 又或者我裝動 我有多麼有學識 但其實我根本就只喜歡看韓劇 這樣 那你就再看韓劇 你就跟他講 即是我們待會兒 我真的很想講一部電影 就是炒雞打工隊 哈哈哈哈 我和你一起講 即是 大哥 那你就去吧 其實有時候這個純真 就是這裡 還有這個才是很美 最近這也是一個新的友誼 都不是什麼暗戀的友誼 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我這個朋友 就是比較科學化一點 想事情是我想不到 是 所以有時候有些事情 我就會聽聽他的意見 有時候他講一些意見 你知道我們的感性 一直都覺得 你說什麼 我試過有一次 他真的在幫我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不開心 他特地跟我說 接著他講的那些事情 我想了很久了 很複雜 想不到 他只是一二三已經講完了 我又真的覺得他講得很好 是 但是他那種表達方法 就好像說 你就可以這樣 這樣 還有這樣 我那時候 我原來可以這麼簡單 我的心就很感激 但是我同樣就會覺得 你可不可以同情一下我 接著我 我那時候是很spontaneous 我們坐一張石椅子裡說話 我正是把石頭捆住了 但是我就開誤了 真是經解 原來這些就叫開誤 所以 實際上 那個當下 他就已經給了你 你最需要知道的答案 當然 為什麼這個是答案 就是因為你一直都在蒙塞 在你那個方法 就是沒有出路 他就是用了一個超簡單的方法 將整件事 只是step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所以我最記得那一幕很好笑 如果有人拍攝 我會覺得 我就是 首先撞到一個座椅子 接著一聲醒了 其實我可以了 不過你要讓我尖叫一巡 接著我們其實在碼頭邊 我就跑去碼頭 大聲喊了三聲 因為那些怨氣 那些捆住那些氣 放出來 但我在那一刻 其實是好的 因為你反而一直放在心裡 在那邊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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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事情無限擴大 但是有時候 如果有一個機會給你 就是來了那一刻 所有事情就明白了 那你享受的就是 原來你這個朋友 就已經給了你很多的照顧 很漂亮 我覺得這個位置 我會覺得現在 這個就是我們 你那個年紀都真的會見 我那個年紀那一輩 有部份都真的 只是Whatsapp 電話溝通 打電話更好一點 有不同的階段 以前就是見面先說 跟走我的聯絡 就是電話說 現在那些只是Whatsapp 說就算了 見到和見不到差很遠 差很遠 譬如說 我有東西堵住在那裡 我都會打電話去問功課 打電話去找人傾訴 我經常覺得 可能有時候也是 男性和女性的分別 又或者是我們年代不同的分別 是 你電話聊 女人就有很多話跟你說 跟你分析 你這樣會等你不值 但是男性的朋友就是 他幾句就殺了你 我們關係都不是那麼差 是不是 見筒面就有很多話說 反而在電話裡 是的很精準 快狠準 快狠準 是 完了 沒有其他事情 你不關心我的感受 你只是給我解決方法 這樣 是不是 這些 朋友之間的關係 也是很有趣的 是很有趣 不同的人種 又或者是 像你說的 科學化的 理性的 朋友 然後 解決完了 你還要再多些 然後 不是 我女性的朋友 就是很多很多 但是 我們又看到這樣 其實 起碼我都 叫做有個不同的感情關係 比較理解 男人 在朋友 或者怎樣去表達的方式 但是 如果當一個女士 如果他們 可能少接觸男性 又或者是 他沒有什麼 有戀愛的經驗 不是很理解人性 又 活在於自己的世界 又覺得要別人關心的時候 他這些位置就會 有很不同的 可能 他可能就是 他那次 真的想打電話給個男士 男士 那樣 心對他有意思 然後想跟他聊聊天 去大家聊聊狀況 等等 又或者找他 硬有問題 去問問他 人家幾句 其實已經答完你了 其實可能已經很有心 去答完你了 然後覺得 為什麼你這麼冷漠 為什麼你不關心很多的事情 當你不能理解這個位置的時候 其實他又去了受傷的位置 又去了受傷的位置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都要 給一些時間 給一些提議 怎樣可以療傷 怎樣 move on 是嗎 我們是不是時間到了 是嗎 我們是不是時間到了 是呀 我們可以多說 我們可以多說一些 是不是多說一些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那些人 怎樣自救 當然我們輔導要幫他 但是他自救也很重要 如果你想想 你剛才說的那些 就簡直是 愈來愈 將自己掉進去的肩子裡 還要蹺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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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樣都不可以做毒蹺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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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蹺 沒有理由找一個很社交的地方 然後你就這麼自閉 那麼落差會太大 可能你也要在一些場合裡找一些 相對比較靜一點的朋友 可能靜一點的朋友是很慢熱的 可能大部分情形都在整個車程 大家都不說到兩句話 你住哪裡? 港島 你呢? 全灣? 拜拜 可能下一轉就是 你住港島哪裡? 堅利地城 不是全灣沒有去到那麼遠 我說拜拜 但是問題我都要鼓勵你們 要走出來 我覺得沒有出路 如果你一直都只是 坐在那裡看我們做節目 當然更加好 Annie有些program 最低限度上Annie的課 在一個場合裡 安全的環境裡 你開始分享一下你自己 不用怕的 分享自己可能最初都是找一些 善良一點的人 或者體諒一點 或者有些共同興趣 通常你覺不覺得 那些比較收藏自己的人 都比較團職的東西 團職感情都團職的東西 其實是的 他們的東西會混亂 而且他們不敢表達自己 所以有時候 我都見過有些是 他由戀人變成戀物 只是對物品才能產生 一些戀愛的感覺 甚至是 甚至是 是性的 這麼厲害 我趁機幫Annie買一個廣告 我都發覺很興奮 很開心 那天很偶然去上 你講段寫來的課程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有意義 因為現代人本身是收很多東西 但實際上收了這麼多東西的人 其實可能內心有很多渴望 很多隱藏的愛 欲念 在那個課程裡 你會見很多朋友 都是收不同的東西 例如很多書 很多舊相片 舊信 其他人可能是紙袋 可能是其他東西 但是在這個位置 在一個這麼安全的地方 你開始講一下你的內心 我覺得這個是 我就是覺得 為什麼我們 不要再被自己 還困在這個仇誠那裡 是啊 大前提是 我覺得更加要學懂 這個九型人格 我覺得真的很有用 起碼你會 對著不同的人 你知道他的性格 他那種表達方式 其實就是他的表達方式 而不是要傷害你 所以其實在不同的層次 或者在一個層次 你如果知道 人家的性格 是一件好事 譬如斷捨離 你知道自己是怎樣 自己是怎樣 又是另一件事 好了 我們有這節來到這裡 下一節回到來 我們再講多一點 Roseanne 我們已經認識了三年 對 很久 你已經成為專業教授 你也成為專業教授 在香港 那裡 有多少人 有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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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改變 有多人 那種改變 我們想要想想想想想 現在 然後 還有 那些年紀 那些年紀 那應該很有趣 好,來到我們第四節了 我們講暗戀,我們講一下現代的戀情 又不得不講到現在的網絡世界 網絡世界有兩種 一種就是打機的網絡世界 打機的網絡世界裏面其實是有很多人 不能夠在真實世界結交朋友 而在打機的過程裏面 我們一起組隊去打怪獸 你不用見人,不用見到你爬爬烏的樣子 甚至乎你會暗戀到別人 很可愛 共同嗜好 因為你終於可以對別人打開心扉 而在這個層面 但你又見不到那個真人 有些網絡世界裏面 其實真的會約出來喝茶吃飯 這樣也更好 沒有那些就只是幻想 另外一種就是網上片案 最慘的是那些 其實我覺得很多的 因為現在經過網絡去認識伴侶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就是會雙體 現在就沒有了 網上交友 很多交友網 很多不少 有些不少的個案案 都多 不要說不是不少 都多的個案 可能你的年代是越來越多 是呀 因為他們很平常 而且都不覺得傷心 還有一些開頭會覺得是不舒服的 後來就真的覺得 不如我都放出去 都真的沒有試過 誰知道 然後就去網上交友 每個人都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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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愛國比較多 就是愛國人比較多 就是 他會 一開始跟你聊聊天 跟著 真的跟你說一些很甜蜜的事 表面上就好像很真實的生活 然後去到一個位置 就開始問你借錢 真可憐 其實把感情這件事 變成是一個騙局 自古以來都有 但是問題就是現在 因為寂寞到這樣 還有如果你只是在電話 在網上 你更加沒有人跟你聯絡 你自己是回到家 就是不停地去看這些訊息 來滿足自己的需要 我覺得很難過 所以五年前有出戲 都挺controversial 就是說那個人 就是跟AI拍拖 想心一層 最低限度的AI 不會騙你錢 好過現在那些 在網上那些 你好嗎 昨天睡得好嗎 那些 Oh my goodness 就是很令人擔心 如果那個人 是真的有誠意交朋友 你都轉一下話題 你沒理由連續七天都是那句話 我一是當你都是AI 否則你都很行 如果人和人的交往 你每一天都會有不同 例如你今天天氣不好 你可能會說 今天下雨了 希望你又多穿一件衣服 那都是一個關懷 是 不是你和Siri聊天就算了 我覺得都還有點樂趣 他去回答你的話 你這樣也能回答 所以其實在 我覺得這個也超越了暗暖的位置 反而我覺得可以 留多些可以在下集的人擔心的時候 會可以再去表達多些 然後我覺得是 但是看到人內心那種的寂寞 其實每一個人都會有暖的位置 只不過是你 我們以前九個世代沒有電腦 我們明目張膽地自在自己的世界暗暖 但是跟著有些暗暖 現在就是 人心已經萎縮與收縮到 連見到一個人都不需要 是 但是其實很難的 其實就算是這樣 我也覺得很寂寞 我覺得如果你問我 人類到現在這個位置 變成你很想見一個人 你都不夠膽去找他 你會覺得好像阻礙他 好像現在也是 我們以前想和別人聊天 打個電話 現在要WhatsApp 可不可以聊 Can we talk 其實每一次我要按這個三個字 其實我也覺得很難過 很諷刺 就是我掛著你 我想和你聊天 我要這樣 你又說真的 我又不是和你Facetime 我又不會看到你什麼 我打個電話給你 我都好像覺得阻礙你 其實有時候 究竟人類是不是真的 一個很明顯的進步 還是在退步 很多時候我自己都問自己 你究竟是很無聊 你想和別人聊天 還是你當下很想掛著一個人 讓他知道掛著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位置 以前我們真的因為無聊 所以聊天 但因為無聊而聊天 所以你反而建立了很多東西 我記得我之前 剛剛開了一個班 我們做很多聆聽練習 我叫他們回家聊天 你們不用面對面聊天 聊天 然後回來有一個同學說 我發覺我找回聊天 那種感覺 原來很開心 原來人與人之間有交流 有溝通 但現在就是有目的地聊天 我們為了要問事情 要有原因才打電話給一個人 但以前不是的 就打來問你 你怎樣 你無聊打電話給你 但現在是不可以的 只可以WhatsApp 是啊 那很棒 甚至好像 我們有時候把WhatsApp錄音 其實都是一個 comfort zone 在那個時候 你錄了一個說話 你根本不需要聽對方的反應 那對方聽了你的說話 他又有足夠的時間 去想他用什麼反應 來給你 你想想那個位置 一定程度你可以說好 因為好像謹慎 但亦都沒有當下的spontaneous 是嗎 就是你很簡單的 有時候我不知道你會不會 現在有時候我都會 打人一個字 原來打錯了 自己發現 就立刻刪除 其實有時候我就會有感覺 咦 會不會我的刪除 就會令到對方覺得 我可能有另一番說話想說 而刪除 你想想 嘩 會不會複雜了 會的 同樣有時候 你知道有時候 你真的剛好那個電話 是開著 你真的看到那個message 可能那個人 想有些東西想找你 但很快 你拿一拿到 但那句就刪除了 就變成另一句 你又想到心都大了 我覺得這個 又或者是你看到那個人找你 你的電話開著 但其實你在做事 你已經認識了 可能對方又會亂想 倒轉 為什麼你明明見到我的message 你不可能見不到 但出來大家都會用我 你認識了他 你真的不想回覆我 又製造了很多東西出來 有些誤會 我們今天很有趣 我們最初都是說一些 好像暗戀到 拿著 擺了個心 接著就發現 那些人開始可能 勇敢些 出些message 但實際上 有時候出些message 又製造更多的誤會 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你的客人有沒有這樣 我的客人會這樣的 他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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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他會說 我只是給你看 他這樣寫給我 那我是不是誤會 很多時候我以前都糟糕的 因為他cap screen 他就好像表達了很多東西給你 接著我現在知道 我不要看cap screen 我想看前前後後的東西 因為前前後的東西 斷章取義 你只是剪那一段 他很關心你 但之前他可能講了很多公事 我們快要有一個功能 你不病得 如果你病得就糟糕了 接著就說 你今天好嗎 原來這個今天你好嗎 是因為他怕你不上班 那我覺得這些位置 有時候 當然是在局中的人 是暗戀人的人 你什麼都看不到 但問題就是 當你願意清醒的時候 你又是不是真的這麼沒有理智 你掃前一點 看後一點 整件事 而且我覺得這些都是experience 你試過什麼真的叫做互戀 那一刻其實就真的不是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是很重要的 一個人關不關心你 你消失了的時候 他有沒有在不在意 有時候甚至乎倒轉 我覺得有些人 又是不知道自己的感情狀況 不知道自己的感情的感覺 例如說 有些個案就是這樣說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他 我不是很關心他 我不是很聰明 但是那天他沒有回覆你 你又記得這麼清楚 是不是 而他那天可能不在 沒有開電話 你又知道得這麼清楚 但是這些位置 你亦都能呈現得到那個人 你本身是不是對這個人著緊 是 絕對是 絕對是 我覺得現世代很荒謬 為什麼 那些人不知道自己的心 是怎樣的呢 又或者是 甚至乎 不敢去面對 或者去感受自己的真正心 是怎樣的 但Annie 我想現在在看這個節目的人 都會明白 我想越來越怕輸 我想很多人都已經覺得自己輸不起 究竟面子是什麼 我不知道 究竟你怎樣看他的拒絕 跟你本身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你表達了對那個人好 或者很掛著他 那你見他沒有反應 你就等於很噁心 壞了 那可能這個就是自尊的問題 那你是掛著他 你讓他知道 你亦都無求的 你不是等於你掛著他 他就一定要同等地說 更多地掛著你 但at least你忠於自己 你表達了你自己 當時有的感覺 但你亦都可以說 我對得你這麼好 你沒有反應 浪費氣 那你可能 你亦都可以慎一下 那如果那個人 亦都是 不是一些很衰革的人 就不會到處去唱你 你知不知道 Dorffy向我表態 我對一些興趣都沒有 真的好衰 那有的 我們下一集可以說這些 是的 但你反過來想 我又 有時候又會 是很豁得開去 如果一個人 你真的看錯了 那你就承認看錯了 那也是 是不是癡心腹流水 你以為他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 但原來他根本就是一個這麼膚淺 可能會將你對他的善意或者好意 周圍變成他吸引仔 Well You win some you lose some 生命裏面不會每個人都看你台戲 但就不要太介意了 還有 我忽然之間飛過了 我忘了自己要說什麼 一直說的時候 就是有些這樣的人 唱人 都已經不是照顏鬆的 根本都沒有照過 只不過他是覺得 你喜歡我 但我不喜歡你 我記得我想說什麼 其實為什麼以前的感情會爭純一點 就是這樣 因為現在什麼都講求快 當我們的感情 其實感情你始終都是一個人 你要有適當 或者是足夠的時間去沉澱 過濾和感覺 有一方面當你很心急 要承認他回來 其實這個是上半部分的事情 是的 即是我要有時間 我要你 我要你 這樣承認你回來 但以前的世代 由於沒有WhatsApp 又不用見到他上線時間 又或者是不用見到他的攬踢反應 你會給自己一些時間去過濾 或者是 我對這個人的感受是怎樣 又或者是 我要怎樣給他反應 他是想完 或者是過濾完一套 才給他反應 就是會正確很多 是的 還有內心就會是 你已經不會令人有這麼多胡思亂想 譬如說Facebook 你不回覆我 但你放上帖子 又說你很忙 然後有很多事情是亂想的 是 但是人就是這樣的 還有我們現代的教育也是 所有事情都是自己要最重要的 嗯 而這個位置很 很致命 很致命 每天每個時間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是 正等於我們錄影 一定不能回覆 是吧 你都看不看得了 是吧 看了都會認識它 是 嗯 嗯 就是會有 priority 體量 但是很多人就是 連這個位置都沒有 很簡單 你最近 你這樣說 我想起最近 有一些交往 我都感覺到 譬如我出了一個訊息 他不回覆 他有剔道 他沒有回覆 但因為可能成熟 或者可能真的你形容 其實感情是比較細細長流 就會想 嗯 他應該都很忙 也都看 又記憶上一次見他 哇 他的樣子很疲倦 是 那麼他這麼疲倦 可能他公司很多事情做 那麼他不回覆 就不回 是呀 接著又下一個訊息 可能他回不了你即時要的東西 他又 counter over 例如說 不如我們下個星期做些什麼 如果你是自我感覺良好 或者經常都想自己 需要不需要一幅幅到下個星期四 還有一二三 你也有空 如果你是這樣 你又是把焦點放在自己身上 但是如果你領他情 就會說 其實他都已經很忙 但他感覺到好像冷落了你 他立刻就 counter over 其實我覺得人與人之間 那個長遠的感情 就是當對方去不了你的要求的時候 你在他那裡想 他為什麼去不了 但是這個位置 Annie我很誠實地告訴你 跟年紀沒有慣 我都認識很多我這樣的年紀的人 你一不回答他 一不回應他 一做不到他的要求 他就發電 但是反過來 我亦都見到有一些人 是絕對有能力控制自己 是呀 我覺得這個位置 其實如果要講講很久都可以 究竟我們現在人 是有多放縱自己 我覺得我們放縱自己的位置 是去到有個時候 就是把一個感情 好像一聲開到很盡 一聲就燒光了 有時候給一些時間 給一些機會 有些事情 好像燉的東西 是呀 一段好的感情 是要慢慢時間燉出來 而不是 這樣 所以其實 在我們最後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套 很好笑的戲 剛才上一次也有講到 因為既然這個世界的感情 在這麼弱的時候 又或者是 當你暗戀一個人 不知道跟他做什麼的時候 真的 我覺得這套戲 真是一個很好的 配養感情的方法 還有我要多謝你 其實我做夢都不會 看出這樣的戲 是啊 我真的不會 因為名字已經不吸引 但是最可愛就是 Annie說 我一定會和我最好的朋友 約去看出戲 我就是因為你這句說話 我就是去看出戲 是嗎 就是這個炸雞特工隊 真的很好笑 真的很好笑 因為其實我跟他 都很久沒有看電影 那天我們都去了看 因為其實 我看電影有時候 有我自己的直覺 是的 那我就 除非真的很有意思 我忽然之間 會有很大的業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是的 我看那個片頭也挺好笑 那進去看 那進去看 他講一班是 緝毒的警隊 韓國的 然後由於他要捉 但是很落魄 很老闆 而且很醜 然後又覺得很無能 整班都廢 人家都很廢 人家都很廢 然後就去 為了要捉一班毒販 就要去開一間炸雞店 是 那很好笑 就是他裡面 我覺得很喜歡整個鋪排 嗯 就是他們的反應 是 然後他裡面也有一段 暖情在那裡 是 我覺得很 Dorothy 你說一下 我沒有期望 我只是因為你 那我去看 我只是 我已經很久 你知道我是戲精 我是很久沒有看一齣戲 是由頭到尾 我是一個眼睡的感覺都沒有 是 還有因為那天看 我們全園的人都在笑 是 是笑到 是真的很開心 是 是在心裏面笑出來 是 還有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整個戲沒有英俊沒有美女 是 是 這個也是 我感覺到 是很新 是 已經不是為了追星去看出戲 就是看一個劇本 甚至我有個感覺就是 這班人 這五個人 隊長 跟著那幾個同事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情都很深 是 就是那種 我就跟著你 大哥 就算幾奇來都好 我也跟著你 就算我們 究竟有什麼發生 我們都風雨同勞 是 有一種義氣 有一種情 而最有趣的地方 當然我們不可以說 因為出去 趕快趕過去看 應該都還 我們現在的節目出 應該都還說得及 一定說得及 原因就是 有時候 可能我們過去這麼多集 都說很多感情的事情 有時候自己都不知不覺間 是掉了下去 一些很悲悲的感覺 但是這樣是不正常 是呀 如果我們能夠拉上去 哇 這麼開心 這麼暢懷 是嗎 很好 我覺得這個戲 跟我們平時那種風格 很不一樣 它有些細節位 其實都很可愛 很漂亮 都是人性位 當然中間有些誇張 但是那些人性其實有出的 還有同時之間 不要小看每一個人 暗淨會是怎樣的樣子 你又不知道 還有 劇本真的很值得看 有些時候你都猜不到 還有它有些暗淨的鋪排 還有我想試一下 約你喜歡的人去看 因為出戲一定不會當浪漫的電影去看 又好像很正常 又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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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笑一下 如果你還是尷尬 就多約兩個朋友 至少有話題 是啊 四個人看完出戲 接著就吃一頓飯 接著講戲文 暗戀可能由一個很輕鬆的關係 開始先 令人認識你 你是一個很過癮的人 交到你一個朋友就無所謂 絕對同意 絕對同意 所以其實戀情很多時候就是 有一個我覺得都很忌諱 就是一開始就戀 沒有朋友這個位 有朋友這個位 你交心過 其實怎樣都很不同 很不一樣 還有最後你怎樣都贏了朋友 Exactly 就算你沒有了一段戀情 開不了和見不到過 但是你將來做回朋友 你還可以有介談 其實我也有很多個案子 是真的教女生怎樣表白的 因為他們都覺得應該表白 是需要我的勇氣 自尊 我通常都會這樣跟他們說 你想一下 如果是女生 你去跟男生說 其實我覺得你很有風度 我每次見到你開會 或者你做事的時候 那種投入 我很欣賞 其實我很希望跟你 有一些再深入的認識 接著那個男生說 抱歉 我覺得你也很幫到我 但我沒有準備 我不準備 不要覺得這麼難過 我問過很多男生 實際上 當男生覺得一個女生 喜歡自己的時候 他真的飄飄然 有些男生甚至會覺得 可以了我以後會看著那個女生 無論那個女生是不是美女 根本不重要 有些你可能會聽到有些說 這是豬扒來的 事實上 只要那個男生 你也不會這麼差 你的品味 會喜歡這麼賤的男人 否則很多男生 心裡會記住 原來你對我這麼好 或者我好像有點規負了你 第二天 有時候有些事情 他都會留意一下你 即將來又不知道 是啊 而且你真的不知道 感情的事情 可能去到一個位 他跟現在的女朋友出了一些事 他開始就會明白 原來有一個人 一直守候著自己 所以我覺得 給自己一點信心 你又遇到他了 你的感覺已經這麼澎湃 走出一步 施比受更有福 其實你是在施愛給他 所以不需要拿著這麼多包袱 和這麼多自卑 你有能力愛人很棒 講得很好 Dory有沒有想介紹一下 我本來想介紹一下 但炸雞已經令到我 去到一個很開心的心情 但我覺得有出戲 你也可以考慮 找出來 那一齣叫Lobster Lobster 我已經忘了 剛才找過的中文名字 單身 動物園是什麼 是的 差不多 但為什麼這齣我覺得值得看 其實是我的乖侄 介紹給我看 我的乖侄當時是二十四五歲 他就知道我是氣精 他說菇姐 這齣戲你不會看的 你不會選這些戲來看 但他們這群年輕人看了 覺得很精彩 很高速告訴你 這齣戲這麼精彩 其實是一齣我們叫黑色幽默的愛情片 這齣戲一開始說是未來的世界 不知為什麼 究竟是不是政府瘋了 就要控制你 你有得選 要是你叫非婚不可 就是一定選結婚 要是選非單不可 就是選單身 當你決定了 你就不能回頭了 你就會見到很多人很奇怪 就是有些人 怕寂寞 想都不想 就是選一定結婚 那就配對 如果你去到那個地方 如果你是這樣的話 如果你在四十五天找不到的話 你就變成一隻動物 其實是很過癮的 是未來的世界 單身男女會困在一間飯店 四十五天裡面找到一些共通店 如果找不到 不變成結婚 你就變成一隻狼狼 變成一隻動物 但是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 你是有能力可以跳出這個非婚 你可以叫做非單 這個故事為什麼這麼開心 就是這個人很努力做了非單 但是突然在這個非單的環境 他就遇到一個女孩他很喜歡 你明白嗎 就是在那個環境裡面 那怎麼辦呢 那這個故事就死火了 但是他們如果要在這個環境裡面 他們要設計怎樣在一起 所以這齣戲我想在Netflix 或者你會找到的 要一些心機去看的戲 在感情世界裡面 很多時候很多人都沒有想過 當你自己跟自己說 我不要了 如果你遇到又怎樣 當你很想要的時候 但是又遇到一個人 你其實很想分開 那又怎樣 人就是 這個又是另一個值得個人話題 好 今天我們就來到這裡 很感謝Dorothy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好的內容 我渴望大家 暗戀的人可以享受的時候 也同時之間 可以讓自己勇敢踏出這一步 好 我們下集再見 我的話題 就算我嗯 immingont 每次見快點 你和我